因为他在站台的时候 就不客气的批评苏家全 怎么在辩论会中 一直紧咬他爱算命呢 他说那是他当立委时期的事 你管得着吗 就算那时候他去见算命师梁正英 跟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 苏家全也管不着啊 至于苏家全则是到了仁爱之家 看到这些老人家 轮流推着轮椅送上了小猪铺满 让他好不忍心 因此收下之后又偷偷的还回去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家全 来到南投仁爱之家 小朋友跳舞迎接 老人家们更轮流坐轮椅 送上小猪铺满 苏家全微笑收下心意 在私下推还 就是担心老人家们日子不好过 仁爱之家董事长是国民党议员 苏家全此行也认为是跋庄 他还参加了南投小营居友会 要马政府不要施政不好 只会怪别人 对手吴敦义也不约儿童来到南投为党内立委候选人马文君站台 对于辩论会中被问到爱算命一事重炮毁腔 吴敦义也对马文君的对手呛吓顺道连小英主席一块骂 他没放弃美国节 像剩英文 没放弃丹水兵的集团 对不对 对 小小的头盘部 大小的头砍骨嘛 在丹水兵后边 当丹水兵他们家在拚经济 让台湾在拚负责时 站在他身边的人 也在帮忙 丹水兵他们家的经济 吴敦义骂得凶跟苏嘉全疫情以后都到南投抢票 固守中台湾 35关于温千元南投报道